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 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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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朋友们时间过得飞快 一晃就进入到4月份了 尽管春天的温暖 带来了春花浪漫 可是我们知道 已经延续了两年的疫情 全球无数个生命 在离开这个世界 或者已经离开了很多的人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的战争 也有更多的人在失去生命 每一天你都感觉到 活着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那么当我们老了 到底有一些什么事情 会让我们后悔呢 我们发现在这个后疫情时期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新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 这个用工荒 大家都知道 一个是呢 很多的人担心疫情不去上班 还有一些呢 是由于领了这个失业金 这个上班前赚的也不多 还不如领了失业金 能在家休息 所以造成了这个 有一些人就选择不想去上班 可是现在一段时间看 这个救济金该停的都停了 怎么还是用工荒呢 后来呢 又有人调查发现了 是整个的后疫情时期 整个的这个太多的人离去 这样一个现实 造成这个公众在 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 思考过生命的意义 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活自己 这样一个短暂的一生 于是很多人可能就想开了 有一些工作啊 但凡家里可能吃喝还够 或者是说有人选择做一些自由职业 总之呢就不想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或者是不想继续那么努力的去工作 而要去追寻一些其他的人生目标 因为你会发现呢 生命当中可能如果你受到 这个生死考验的时候 你会重新考虑什么在你生命当中更重要 那么最近呢 网上我就看到了一个有关全球的一个统计 也就是说人在生命即将要结束 或者是老了的时候 你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我都说啊 这个世界上后悔要没得买 所以我们听一听这些过来人的经历 很有可能也会对今天的我们 有一些新的启示 我们要怎么样过好自己短暂的一生 那么一生其实有时候数一数啊 都数得出来这个数啊 非常的短 最长也就不过三万天 那么像我们这些人到中年的人 那就叫半截子入土吧 这三万天就剩下一半的时间 可能长了说有一万多天 短了谁都不知道啊 就这么一个现状啊 所以糊了糊涂很多人就是忙忙活活 忙忙活活 就一眨眼就到了这个年龄了 甚至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那么老了以后呢 别说老了 像我这人到中年 我已经感受到了 就是什么叫做年龄的增长 不能说不服老不行 可是你明显的发现了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这些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我们在看了全球的这些人统计的 这个一生最后悔的事情的时候 我想有很多事情引起了我的共鸣 所以我也很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45%的人是后悔没有善待自己的身体 这事情啊 就是像是一个老生常谈 你没了健康这个一 人生后面的金钱 什么什么什么全是零 没了健康这一年 连命都没了 您什么金山银山啊 什么所有的什么东西都不再存在了 那都不是你的了 所以说我们都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过客 地球上的一个过客 您不管是什么这个酷爱的收藏啊 珠宝啊 什么这些古董啊 你再爱从那些古董的身上 已经有无数个守护者 一代又一代的 只不过你是他的一个保存的一个人而已 他真的不属于你 那么这个刺维格有一句名言说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总以为疾病和死神只会光顾别人 那么在年轻的时候 不懂得健康的珍贵 只等到失去之后才恍惚 原来那是一个无价之宝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你会感觉到什么叫力不从心 疼痛啊 疾病也会经常来光顾 奔走到各个医院 给家人带来多少的烦恼 不说自己啊 那是所有的苦到自己扛自己受啊 这些天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这么多年的闺蜜们 大家都大概陆陆续续到了这个年龄 哎呀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互相的问候都是 哎呀 腰好了没好 腿好了没好 这个胃查好了没有 我们每天都是在这个互相的牵挂当中 突然意识得到好像到了这个年龄 大家的身体都开始出现这样 或者是那样的问题了 以前呢 我们很少是这个大家一块互相问 这好了没有 那好了没有 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 那么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比如说吃饭太快了 就可能会落下胃病 那么这个经常不健身 没有肌肉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的腰椎啊 这个骨骼 没有肌肉和这些筋腱的保护 那么这半个重物一下子腰就会拧了 所以你看我现在很忙 我每天也在忙或者 因为很忙还在忙或者去健身 因为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 你要排到你所有日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几位啊 我不能说永远排在第一位 因为作为有孩子的母亲 孩子还很小 我仍然现在没有办法把孩子排在第一位 那自己的健身的什么项目 经常是要在孩子的后面 但是尽管如此 我也尽可能的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到 能把孩子照顾好 也要把自己照顾好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真的 有的人毕生追求成功 追求事业 追求财富 到了老了你才发现 成功或者是说 优厚的退休生活固然重要 可是如果失去了健康 吃也吃不动 旅行旅行走也走不动 哎呀 赚了大半辈子的钱 最后呢 拿来送给医院 送给医生 还要自己扛着受罪 这时间你要这些有什么用呢 躺在病床上的时间 比住在大房子里的时间 还要长啊 所以人生的破产 往往不是败于这个财商啊 智商 而是败给了失去健康 所以一定要善待自己的身体 这是对我们余生 一个最重要的是最好的投资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 不管你今年 今天是多大年纪 尽管你甚至还年轻 也不要透支自己的健康 该睡觉睡觉 我最近就发现啊 因为大家用微信群 有时候半夜 什么家里停了电了 网坏了 或者问个问题 一下就窜出一堆子夜猫子 大家凌晨都不睡觉 怎么都不睡觉 你知不知道这个子夜觉多重要 那早上可以早点起 晚上呢 在零点之前 最好是在晚上十点 之后就睡觉 做不到呢 像我现在也是尽量安排 在晚上十一点 是必须上床睡觉 那个时候呢 就弄个小闹钟 到了这个点 手机就立马关掉 只要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 关机睡觉 这个教室非常的重要 因为人在睡眠的时候 你的身体才能够恢复 然后细胖才能够得到修复 长期的这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就会有损我们的健康 按时吃饭 睡觉 吃好 喝好 睡好 水要喝够 再加适当的锻炼 保持愉快的心情 这永远是健康的王道 所以呢 大家一定不要去 这个小看这件事情 那么第二件 大家都后悔的事情 是什么呢 57%的人后悔 没有好好的对待 自己的伴侣 罗振宇有过很长一段时间 曾经质疑婚姻 直到一位老人 改变了他的看法 老人说 我午夜三点醒来的时候 我口渴 我的伤口疼 我只需要捅捅旁边 老太太就知道 我要这个时候要喝水了 你就说吧 这一口水 值多少钱 有多贵 如果没有几十年 经营出来的婚姻和感情 这个时候 我上哪儿 去要这口昂贵的水去喝的 所谓少年的夫妻 老来的伴 当我们 真的是老了的时候 子女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小家庭 甚至是不在一个城市去生活 不可能时时刻刻在你身边尽孝 进阳老院拉个铃 去喊人半夜给你送杯水 你看吧 多久才会来这么一个人 来不来都不一定 而始终守在我们身边的 往往只剩下那个 就是我们的伴侣 就是我们的爱人 种下什么样的因 就会结下什么样的果 有很多人悔恨 却是无法挽回的 年轻的时候 对老伴不闻不问 也不关心 甚至是忽视他 背叛他 老年的时候 你却发现 你最需要的 最依赖的 竟然就是你身边的这个老伴 我曾经说过 在老年没人照顾 或者是说 当你病了的时候 身边每一个人 就这样知冷知热 给你一杯温水的时候 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但是我甚至听到 另一个朋友说 你还不知道 有另一种痛苦 就是你跟老伴的感情不好 甚至是彼此怨恨 你到老了 生病了 你也没有得到 对方的关爱 甚至让对方 更加的忽视和遗弃 那是叫更加痛苦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呢 孤身一人 或者是老伴先前离世 这固然是一种痛苦 那么另一种 更加痛苦 就是说 因为你没有 好好的经营这段感情 两个人 同在一个屋檐之下的 这种仇恨 甚至是怨恨 在你得病了 最需要对方慰藉的时候 对方甚至是忽视你 冷漠里 甚至是报复你 这是不是一个 更加的痛苦呢 所以 爱人就像一面镜子 你对他笑 他就会对你笑 永远记得 我们为对方 所付出的 其实 那最终 都回报在 我们自己的身上 所以 如果年轻的时候 没有很好地 去经营这一份感情 然后 都是在外人面前 又有礼貌 又有耐心 所有最美好的 都给了外人 而把最不堪的一面 都给了自己的家人的话 这真的是 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也经常是我们人性当中 所 没有办法的一个负面 但是 今天 如果有机会 我们好好的 弥补一下 一声问候 给老伴一杯热茶 给他做一个 他爱喝的 Smoothie 关心一下 他的药 有没有按时吃 有没有一个 哪不舒服 他自己出门的时候 一个关心的短信 叮嘱他 小心开车 我想 所有的这些 点点滴滴的 温馨和付出 就是一个 在老年增长 我们感情的一个机会 我就曾经记得 我的父母年轻的时候 他们带着四个孩子 我是家里的老妖 第四个孩子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感觉 在我小的时候 印象当中 没有觉得父母 是多么的恩爱呀 或者是说一些甜言蜜语呀 还是怎么样 但是真的 就是在 我们孩子们都大了 都离家上大学了以后呢 我们有时候回家 会看到非常温馨的一幕 就是爸爸妈妈 他们之间非常的恩爱 互相的疼爱 小的时候 都没有看见父母 什么牵牵手啊 现在 你看 在我父亲去世之前 他们退休的 这二十年的生活 你会看到 早晨 老两口 手牵手去公园 去散步 去健身 哎呀 我们作为儿女啊 就是在后面 还偷偷笑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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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爸牵咱妈妈的手 年轻的时候 都不曾是这个样子 可是到老了呢 两个人相依为命啊 然后 也会有很多温馨的瞬间 所以 哎 这会让人觉得说 退休的生活 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生 再一次经营感情的好时机呢 所以有时候 我也跟我妈开玩笑 我说你看啊 爸现在怎么 这个退休了 对你更好了 妈妈也会说 哎呀 其实年轻的时候 爸爸妈妈 忙活你们四个孩子 还有工作 哪有心思 真的是累的 每天呢 真是 忙完工作 忙孩子 倒头就睡啊 这个一直是这种 忙忙碌碌的挣扎当中 真的是没有 特别的在意 去经营感情 可是退休之后 有了大把的时间 儿女也都离开家了 老两口才发现呢 这个彼此是最好的伴侣 也给了对方更多的关心 所以我的父母 他们是在退休之后 我们发现 他们的感情啊 是有突飞猛进的进步 虽然非常遗憾 父亲大概在 已经离世了几年的时间了 妈妈现在一个人 真的是很孤单 可是我相信 有了那几十年的爱 和感情在那儿 妈妈如今 虽然是一个人 可是这一份温暖 会陪伴她的终生 妈妈走到哪里 都带着爸爸的身份证 她一直觉得 父亲还在她的身边 所以这何尝不是 一个夕阳红呢 有遗憾 但是现在开始经营 你们的感情 也永远都为之不晚 好朋友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 爱八卦节目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 爱八卦节目 今天的爱八卦 跟大家聊的 有点稍微严肃 这个就一辈子 你大部分的人 到老年最后悔的事 都是什么 那上半段说了 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对自己的伴侣不够好 那么剩下的一个是什么呢 62%的人是后悔 对子女的教育不当 陪伴不够 哎呀 教育家福德沃曾经说过 父母所造成的伤害效果 远不止当下 他贯穿岁月 永远陪伴着孩子的终生 就像我们说 这个原生家庭的温暖 会让孩子温暖一生 可是原生家庭的不幸 也会让孩子用一生 去治愈这一份伤痛 所以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做过父母 第一次做父母 可能对于孩子教育不当啊 关心不够啊 这一份遗憾 是终生的遗憾 难以弥补的 所以如果现在 您像我一样 身边有孩子 尽好这一份责任 他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就是这十几年的缘分 说起来一辈子 这么长 我们和孩子们的缘分 就这十几年 甚至听一些过来人讲 孩子们到了teenager的时候 一谈恋爱 哎呀 你也就是车夫 所以这种真正的 每天陪伴的日子 短之又短 对他们的教育 对于他们的陪伴 真的不要疏忽 但是也千万不能溺爱 因为所有的这些失败 将会贯穿孩子们的终生 在我们老年的时候 后悔也来不及了 那么排在第四位 很多人到老年后悔的事情 是后悔在年轻的时候 选错了职业呀 我们说这个女怕嫁错郎 男怕入错行 其实这句话 对于男女来讲都是对的 男女都怕这个 娶错了人 嫁错了人 都怕这个入错了行 可是人生就是没有后悔要买呀 这个婚姻的不幸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 当你终于学会了说 知道了了解了自己 也了解了对方 发现不适合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已经永远的过去了 我们只能够在下一段感情当中 吃一切长一智 可是选错了职业 所浪费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在老年的时候 73%的人后悔 有一些职业看上去光鲜亮丽 收入不错 看上去是光庄大道 有一些呢 是父母帮你选择了你的专业 你要做医生 你要做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们明明喜欢当一个漫画师 我们明明热爱一件事情 想要去当一个农场主 可是 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原因 都错失了这个机会 然后一生就 置顾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当中 所以73%的人后悔 年轻的时候入错了行 这个比那个什么 62%的教育子女不当 什么57%对伴侣不够好 45%的人没有照顾好 自己的健康还要高 说明了什么 说明太多的人错过了这个时间 所以说 有时候我跟胡主播 也在聊这个话题 我说你看 像我们两个是属于 都热爱这个事业的人 所以对我们来讲 工作虽然繁忙 但是我们很享受 这个繁忙的过程 当你热爱这个职业的时候 你上班的时间 不是一种痛苦 而是一种享受 我们是很lucky的人 很幸运的人 可是很多人没有这么幸运 上班工作 为了赚钱 为了养家糊口 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甚至痛恨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会说 你看 你要善待你的工作伙伴 或者是你的生意伙伴 因为你算一算 人生如此之短暂 我们陪伴孩子 就是十几年的时间 可是我们的职业生涯 在我们每天吃饭 睡觉 洗澡 这些必须的时间 去掉之后 可能我们花费最多的时间 居然是在工作的岗位上 如果你做着一件 不喜欢的工作 如果你痛恨你的工作伙伴 这一天是多么的难熬 这一生是有多少的时间 浪费在这种低质量的生活当中呢 所以说 如果我们还有机会 再选择 或者是收音机前 如果你现在做着自己 非常不喜欢的职业 他对于你的生命的浪费 心力的折磨 真的是非常之大 当然也不要冲动之下 明天就辞职 落词 明明说了 要善待生命 但是真的做好这个计划 去追求你梦想中的事业 还要保证温饱的前提之下 想到最坏的后果 做好万全的准备 做好一步一步的计划 然后在有生之年 去向着自己的目标去前进 做好基础保障 尤其是上有老 下有小的人 一定要记得 不要脑袋冲动 做错误的一个选择 让自己陷入更大的艰难中 还有92%的人后悔什么事呢 比你选错了行 还有后悔的事是什么呢 后悔年轻的时候不努力呀 哎呀 这个少年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呀 安逸躺平 永远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有人说什么这个躺平啊 内卷啊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躺平呢 哎你今天懒惰 你今天所没有付出的 就是你明天自己挖的坑啊 不要去抱怨 就像我刚才说过 我有一个曾经的闺蜜哈 她就是一个幸运 当年幸运儿啊 碰到一个好老公 照顾的无微不至啊 哎她在认识这个爱人之前呢 多少还算是独立女性 自己能上班 自己可以啊 这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洗衣服也会做饭也可以 可是呢碰到了一个大拿的男人之后啊 就把他宠上了天 把你当孩子一样养 这个过程当然有甜蜜 有爱情 可是呢 幸运的是你这一位宠了你 二十年的丈夫啊 二十多年的丈夫 活脱脱把你变成一个废物 也就是说水电费不知道在哪交 家里所有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干 饭呢二十多年没做啊 什么也不会了 衣服洗衣机恨不得都不会使 什么活都不干 自己就躺平 身体也不去运动 那么二十多年之后非常不幸 丈夫呢突然患这个一种癌症啊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离开人世 从丈夫患病那一刻起 这一位女友就进入了人生巨大的低谷和打击 一边是要照顾这个生病的丈夫 自己啥都不知道 钱在哪都不知道 什么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生活的艰难 情感上的打击可想而知啊 然后丈夫呢 这个还是非常急的这个癌症 很快呢 就这个时间就离开了人世 哎呀 留下这个太太苦啊 苦的不得了啊 然后呢这个两个人二十多年 还有一个孩子 带孩子当年也都是丈夫的活 这个一无所知啊 就就变成孩子的负担 所以瞬间啊 真的是不能说一夜白了头 瞬间头发白呀 衰老的状况 现在是苦不堪言 我现在有时候回国呢 听朋友们讲 他就像这种啊 抑郁症一样啊 已经没有办法去生活了 然后呢 就让他的儿子是非常的烦恼 还有这个兄弟姐妹们 在在照顾他 所以呃 如果在想二十年前 如果说他没有完全的躺平 真的是那个年代 你就愿意跟丈夫一起去 分担家计的生活 努力工作 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朋友 然后家庭的打理 你也是一个能干的女人的话 两个人一起分担责任的话 就算遇到这样的恶号 你想我们人到中年 很多人身边的这个家人 或者是爱人 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生老病死 都是自然现象 包括就像我说 我的父亲也是会提前离开人世 我妈妈一个人 还是可以坚强的 好好的活下去 因为你具备这样一个生活的能力 那么因为之前二十多年的躺平的生活 然后就变成生生的什么都不会的几乎的一个废人 那么在你需要去挑起生活大量的时候 你却发现完全不行了 所以在这儿呢 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我们爱对方 或者是你爱自己 也一定要记得 我们接受对方的照顾 但是我们也要照顾对方 我们也要分担一部分家庭的责任 那么现在很多有这个 我们亚洲人习惯一些 男主外呀 女主内呀 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生活模式 很多太太婚后 有一个能干的丈夫 就乐得在家做家庭妇女 但是呢完全躺平的生活 家里有保姆照顾 什么什么都不行 什么什么都不会 外面的知识一无所知 尤其一些第一代移民 英语也不学 这个美国的生活也不了解 什么都不行 那么突然之间 万一家里的顶梁柱有什么变化 不说感情有变化 明天小三来了 后天丈夫变了心了 你一个人怎么生活 你的精神支柱在哪里 你的生活能力在哪里 或者说天又不测风云 万一丈夫的健康出现问题 家里这顶梁柱 不能顶着的时候 你这个负梁柱 能不能顶起来 你有没有当年 国美电器的老板娘的 这种能力 在丈夫不幸 郎堂入狱的时候 她一个人顶起 整个国美集团 然后把集团 从这种低谷 引领到巨大的成功呢 如果她没有在 丈夫能干的时候的 这些隐忍和学习 以及坚强的个性 怎么可能创造 今天的辉煌 所以国美电器的太太 终于等到 丈夫的出狱的今天 她把一个更好的 国美交给丈夫 国美集团 所以这样的一些佳话 只有在这些 有准备的女人身上 才能够实现 所以千万不要过早的 把自己躺平 放弃一些 年轻的时候不努力 年老也永远 不要说自己老 有人60岁 才开始创业 也可以在70岁 获得人生巨大的成功和辉煌 尽自己的所能 我们的身体 不用则废 脑子不用 记忆力就越来越差 身体不用 就会越来越 零件不灵活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永远 要做一个上进的 努力的人 这个世界之大 世界之奇妙 保持一种 对于外界的好奇心 你就会发现 活着的每个今天 都是如此的美妙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爱八卦 就到这儿和你说一声再见了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